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迷散的光的变化有反应 而Huber一个人插进去就发现没有反应 几乎看不到任何单位对于迷散的光有反应 这个差别后来认为是Jun和Bogart可能插错了 他们记录到的可能不是4P层的 而是LGN不是要投射到4P层吗 他们可能正好记录到了LGN投射到4P层的神经的投射神经 而不是记录到后面这个神经细胞 所以他们这样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看到了这个反应 然后Huber和Wiesel回顾的时候说 我们当时也没去看什么东西 反正我们就在4P层 这个初级4P层叫V1 里面插电极 那就打光看反应 他们编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编的 他说我们插了电极进去以后 这个光开啊 关啊 开啊 关都没反应 然后有一次 中国其中有一个人就在换灯机前面走过去一下 刚刚那个没反应的细胞在人走去的时候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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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那就说明它对弥散光源没有反应 对一个运动的线可能有反应 因为这个人走过去一下 有一条线这样过去的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再来想 我们要看对点对线 对运动的线 对运动的光源来做反应 就不用简单的 不用光给光和测光 而用比给光测光再复杂一些的视觉刺激 这是他们的说法 这种说法也许是真的 现在只有他们两人知道 也许是他们编出来的 他们已经想到了运散光都不反应 那我们就来看点光源 线光源 面光源 震的 歪的 斜的 动的 然后以后是不是还加颜色的 反正你可以想象把这个光刺激搞复杂一点 但是他们编的故事是这样的 这个故事我认为不可能是真 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可以发生 但是不可能是因为这样他才换光刺激 原因是因为你不能解释他1959年 Huber单独那篇文章 那那个人还没来呢 那这个时间怎么做 所以他们很简单的很漂亮的一个结果 你停了这两个小时 只要记住的就这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这样的 打在墙上或者天花板上 我也忘了他们打到哪里 假设打在墙上 给光的刺激信号 这边是麻醉了以后再醒过来的那个猫 那个猫是被固定在那里 所有东西都固定住了 但是醒过来已经清醒了 盯着那个看 然后它不能动 因为动的话你就不能固定它这个投射到哪里 这个头已经被全部固定住了 然后这个电极也是已经插好了 所以你要动的话 我把电极搞出来 所以是让它不能动 就这样看着 然后你给过开灯关灯没反应 然后你还在多个地方可以插电 你插了再抽插了再抽 或者你就插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你在换灯上 我们如果不是迷散光可以点光 那点光源亮一下按一下 或者是一直亮着 然后就在上面 首先要找到你插的这个细胞 它是对哪个地方有反应 因为这个头是不能动的 所以你这个细胞对应的是LGN 对应的是湿网膜 那么实际上对应墙上就是一个地方 你这个细胞看得见的 你一个动物可以看见整个东西 但你这个一个细胞只能看见其中一部分东西 叫你的Receptive Field 叫做感受也 所以在我不动的时候 我把这个点移动移动移动 在这个地方有反应 所以这是我这个细胞的感受也 在感受也里面 你再把这个点光源移动 发现这个点光源 在往上和往下移动 它都有反应 在这里也有反应 这里也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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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反应最好 但是你这个点往外面移的时候 它就没反应了 所以你看到的是 这个点在一条线上都能有反应 而在这个线外是没有反应的 所以你知道这个细胞是对一条线有反应 然后你就不给点光源 你就点一个线光源 就给一条线上来 它也有反应 然后它用点光源做的实验的结果是这样的 当中间是亮的 这里给点亮 这里亮 或者这里亮 这里亮 这个细胞都有反应 然后给这外面亮的时候 它是没反应的 所以它就会知道 这一条线 就是它反应的特征 所以它然后就给一条线上去 所以整个一条线打上光 旁边是暗 这是亮的 然后这个细胞就会有反应 那么既然有线有反应 他们就把这条线搞歪掉 有一定的角度 就发现 对于反应最好的角度 偏离得越远 那么反应就越少 所以这个细胞 是对一个特定方向的线 有反应 然后这条线 你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变 像其他的情况下 它没反应 然后你在插附近的细胞 有些细胞 的反应方向 对什么线有反应 是有不同的 所以你可以设想不同的线 被不同的细胞 所识别 然后识别空间里面 不同的线 这就是他们 最有趣的一个观察 然后他们还观察到 有些线 是要动的 当这条线 在这样动的时候 有反应 这样动的时候 是没有反应的 还有一些更特别的 只有这个方向动有反应 另外一个方向动 它没反应 所以不同的细胞 对方向和对运动的反应不同 还有一些细胞 它是中间暗的时候 旁边亮的时候 它有反应 所以相当是一个 一个黑 刚刚那个时候光线条 有反应 这是一个黑线条 它有反应 旁边要是光的 它有反应 他们把这种细胞 都叫simple cell 那simple里面有 on center 有off center on center 就是中间是亮 旁边是暗的 off center 是中间是暗 旁边是亮的 然后他们在 有这样的观察以后 提出了一个模型 说我们为什么会有 对线有反应的 初级四皮层的细胞 他说是因为LGN 有对点光源反应的细胞 这些点光源的细胞 投射不是LGN 是那个RGC 视网膜的RGC 投射到LGN LGN可能没有太多加工 那LGN就把RGC的信号 直接传到了四皮层 但是你假设 不同的on center的RGC 变成LGN以后 他们都投射到 同一个四皮层细胞 所以这是视网膜的细胞 这是LGN的细胞 这是四皮层 初级四皮层 我们叫V1的细胞 他说他接受的四个细胞 四个LGN 这四个LGN分别收到四个RGC的投射 这四个RGC分别是识别这个点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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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点 在视野里面形成一条线 所以这四个点 如果他的信息都投射到同一个V1 那么这四个点组成了一条线 使得V1的这个细胞 它识别的是一条线 这条线的方向是取决于 他投射来的那几个RGC 识别的点的位置 这是迄今为止 人类对于大脑思考 最高级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很难检测 因为对应于 这一个V1细胞的 这四个LGN 我们记录不到 我们更记录不到 视网膜里面 哪四个RGC 是对于这一个 V1细胞的 所以这个模型 到今天为止 没有真正完全检测过 只是听得过去很make sense 然后在1995年 1996年的时候 这个Reed和Fest 他们曾经做过一些实验 认为他们可能可以做到 这个接近的证明 做法是 我们找不到这四个细胞 找不到这四个细胞 所以我们无法记录这四个细胞 然后说它跟它对应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 这个细胞旁边 有几个东西投射过来吧 如果这几个投射 我能有办法记录到 那么不是同样是一种证明吗 问题是 神经纤维的投射是很细的 你也找不到那四根东西在哪里 他说我既然用电记录不到 我用光学来记录 是不是有动作电位传过来的时候 我在光学上可以看到 比如说 认为动作电位传到神经末梢 神经末梢 钙离子融入升高 然后释放神经地质 那么我如果能够看钙离子 把钙离子成像信号打大一点 是不是我可以看见 所以他们当时是看末梢的钙信号 然后觉得好像在一个V1细胞 如果看它旁边的一些钙信号的变化的时候 好像这些钙信号是跟那条线相关的点 好像会有一点反应 那这是95年96年的工作 所以Huber本人很高兴 就帮他们写了一篇review 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步骤 我们搞了30年以后 居然有人好像可以接近来证明 当然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证明 所以那是96年 对我来说这是很新的工作 对你们来说 这是你们还没出生的时候去做的工作 所以这已经过了19年了 就20年了 还是没有证明实际上 但是这个东西的正确性 是大家都觉得可能性很大 所以这是说Simple Cell 从1959年发现 1962年提这个模型 到今天其实没有完全证明 这是因为研究中枢神经系统的复杂性 所以你们听了这堂课以后 你们不会知道 一天到晚走到外面 别人就要跟你讨论思维是什么 认知是什么 之所以他们都能讨论 就是因为我们研究是有限的 我们不能进行生物学研究的时候 就都是哲学问题 当我们生物学研究完了以后 哲学就没有问题了 他们在这个研究过程中 还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但是我后面再讲 你们现在需要记到的 就是这一个模型 你们知道这个资料是什么 就是刚刚Simple Cell的资料 这个模型是一个推论 是一个很make sense推论 想得过去就该正确的一个推论 但是没有证明 实验的设计 刚刚有些同学提出的问题 这个实验设计理论上 就是说你V1的细胞 是LGN的细胞投射过来 纤维投射过来 但是V1的这个细胞 和LGN的细胞 有相当的距离 所以这V1的这四个细胞 在哪里你不知道 所以你没办法对V1 这个细胞进入分别记录 证明他们是对应于 对于LGN的四个细胞进行记录 证明他们确实是 对应于V1细胞的那条线 线上的四个点 是他们反映的这个视觉刺激 因为你找不到对应 如果你记录这末梢 他们都要投射到V1 所以它末梢都在V1 那么这四个末梢太细了 它的信号太弱了 所以这个实验不好做 在技术上有这个问题 那他们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 还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其中一个就是他们 即视皮层的时候 他们给每个记录到一个单位 它有编号 他们编号叫1001号 1002号 他们说了为什么这样叫 因为他如果叫1号 2号的话 觉得自己做的细胞太少 那个Montcastle理论上 他们本来是要做Huber的老师 Montcastle在感觉皮上 是寄了好多细胞的 所以他为了呼呼他 一进来的时候 说你们记得怎么样 我们寄1,018个 1,018号细胞 让他觉得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实验 好多细胞 好多细胞